假设A向量的长度等于2 B向量的长度等于3 而且A向量和B向量的内积等于5 是求两倍的A向量减掉三倍的B向量的长度的值为多少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知道说 长度的平方会等于这个向量自己的内积 好,所以就是2A向量减3B向量 跟自己2A向量减3B向量的内积 好,那内积的部分呢 我们试试可以把它做分配率把它整开 所以等于4倍的A向量和A向量的内积 那向量和向量自己的内积 我们又可以改成长度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写成4倍的A向量长度的平方 再来减掉6倍的AB内积 再减掉6倍的AB内积 所以我们就写成12倍的AB内积 再来加上3倍跟3倍呢 所以加上9倍的B向量的长度的平方 好,把我们已经知道的数字带进来 A向量的长度是2 所以2的平方是4 所以4乘以4 减掉12倍的AB内积呢 是等于5 所以12倍的5 再加上9倍的B向量长度的平方 B向量长度是3 所以3的平方呢 就是9 好,16减掉60 再加81 81加16呢 是97 97减60是多少 37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 2倍的A向量减掉3倍的B向量的长度 就会等于更好37 4倍的B向量减掉